今日是議會市政總質詢第一天 民進黨議員賴慧元在質詢上表示 台南登革熱嚴重 市府花了很多錢徵求臨時人員來噴藥撲滅文字 就有網友建議他 難是許多老農民常在田間噴藥且具有機具 市府可否聘請這些經驗豐富的老農民 以補防疫人力的不足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去找臨時工人 然後就是說要讓更多的臨時工來幫我們 一起來鬥這些登革熱嚴閒置的這些器皿 養這些蚊子 然後這些鋪藥 那有人告訴我們建議就是說 很多在台南縣很多造成的老大人 一死人都在噴藥 他們都在餐廳噴藥 可不可能把這些 老人轉換成這些老農 轉換成一個臨時工 我們一天剩一千塊兩千塊 叫他一百道破 環保局長李賢偉表示 噴藥人員如果所噴的藥是特殊環境衛生用藥 在法規規定上就必須上課集訓14個小時 不需要考證照 且李賢偉強調已請區公所推薦農民 只要超過50位就立即開班 噴藥的人如果你噴的是特殊環境衛生用藥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現在已經在開始有做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也請區公所推薦 那只要有推薦超過50位我們就開班 只要超過50位我們就開班 賴會員指出外界一直抱怨基層防疫物資人力不夠 但問題出在哪裡值得是否檢討改善 他提到是否成立登革熱並美文防治中心常設性組織 以利未來面對登革熱的問題將傷害降至最低 記者黃俊懷林友村台南報導